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号星期三 还挺快 一个月都过去了 这近年 这刚过年已经少了一个月了 国际售会现在集体谴责 谴责中共的新冠清零政策 而且认为它是现在全球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也是挺不要脸的 他们这刚过去 这实际上 也就最近前后这一两个星期 他们疫情算是刚刚都 通过这种群体免疫 达到了这么一种 就是说达到了一个群体免疫 你看英国丹麦都已经宣布 好像就是说不管了 就完全放开了 我看法国也是宣布要减少这种防疫政策 而且法国好像现在是每一天 也不是每一天 反正前两天有一天好像特别多 据说这一天有40万人确认 然后法国还在减少防疫政策 他们说这就是疫药走群体免疫的 反正他们现在都走群体免疫 或者基本上完成了群体免疫 这刚完没有一个星期 就开始了骂中国的清零政策 也是挺 真是挺不要脸的 美国的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公布了 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预测 预测世界上就有哪十大风险 其中中国的清零政策 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 No.1排名第一的风险 因为它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说可能给全球精力造成的危险和风险 然后联合国的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 格奥尔基耶娃接受CNBC的采访 他说中国的清零政策最初虽然成功了 但是现在整个的风险已经远远的大过了好处 他说清零政策现在越来越像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负担 影响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复苏 他说中国清零政策造成全球重要商品和原材料的生产 处运和供应的停滞和不确定性 造成通货膨胀影响了经济复苏 就美国的通货膨胀也是怪中国 不怪拜登胡搞 这帮人最不要脸 首先来讲 就是说你看我经常都是这样 就是说尽量的靠中间 如果太往那边的我也要说一说 他们这么骂人家也不是太好 不太道德 说实话真的不太道德 你像日本这一次奥运会也是 我就说你看日本 你看他去年刚刚搞了东京奥运会 中国还是全力以赴的支持的 然后这一次中国搞冬奥会 日本就等于算是外交抵制 其实就不是特别道德这种事 你知道吗 其实真的不是很道德 所以西方世界也是 你刚刚完成的群体免疫 也是通过死了几十万人 达到了这么一个群体免疫 然后你现在你自己这边刚完事 这个真的是不好听的 死的那几十万人失手还没凉呢 是不是你就开始了骂别人的清零政策 当然了你说他说的对 也有一定的道理 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目前咱就这样 由于中国现在强制要清零 导致后面就是有可能导致整个 因为你要是清零你封锁 导致整个供应链就中断 让给别人通货膨胀也造成压力 但是整体的通货膨胀 咱说它如果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 这个怪中国没有问题 这个肯定是中国问题 但是通货膨胀这个怪中国 这个是纯扯单 通货膨胀两点 第一美国玩命印美元 美联储玩命的往猪肉里边灌水 那不可能不通货膨胀 你印了多少美元 你自己心里没有点B数吗 然后拜登玩命的提高原油的价格 这才是通货膨胀的最后一货手 把这个东西都怪到中国来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好意思 这个挺没意思的 不当然了 关于中国签证政策 我也在想 我其实从2020年 我就是支持群体免疫 对吧 2020年年初的时候 已经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支持群体免疫 其实我就呼吁了中国应该走群体免疫 我就说你搞清零 他们搞群体免疫 到最后他们肯定都得骂你 你知道吗 做你白搞 但是当然了 我也承认有一点 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人运气真的非常好 很多的时候 他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错误的 跟川普的时候实际上应该避其锋芒 不应该跟川普硬碰硬的去打这场中美贸易战 但是他真的是硬碰硬的去打了 这个防疫也是从2020年初的时候 如果他够聪明的话 就应该看出来 就应该默认走一个群体免疫的一个路线 但是他也没有走 但是你也比如说他赌性大 他这个赌徒 他最后他老赌赢 他运气好 你知道吗 你说这个打牌也是 有的时候他打了对吗 不对 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拿了俩十 对面拿了俩一 你跟人凹印了 对不对 按理说他应该比你大 但是你翻出来 对吧 你翻出来他就是有个十 他没有一 他就有十 他就赢了 所以他也运气好 这东西没辙 所以群体免疫也好 清零也好 最后就看一点 就是说有没有存在不存在 但是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但是的确存在一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就是说海外最后群体免疫了 群体免疫之后 这个病情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见了 中国搞清零最后也越来越少见了 然后可能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这东西就没了 有没有存在这么一个可能性 或者后面就是说疫苗 药的这种普及之后 导致他就是说不能够兴风作浪了 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那么你也不能说他赌错了 他就赌赢了 他少死了几十万人 也把这事过去了 你死了几十万 他没死那几十万 就这么过来了 对不对 从人命上 就是说直观的统计上来讲 那他还就是 对不对 那他等于又赢了 所以呢 我觉得走到这一步呢 也不好说了 我只能这么说 从过程上来说 习近平做的对吗 是不对的 就绝对是错误的 从2020年就应该走群体免疫 早的应该走 走到现在之后 这个货币基金组织 这人说的没有错 现在这个清零政策 已经不再是一个成就了 这是一个负担 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负担 但是呢 咱们最后看 因为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是结果论的 你知道吗 如果最后的结果 中国最后不得不 也要走群体免疫 最后只能放开 因为你不可能封一辈子 最后只能放开 最后也还是 要搞群体免疫 还是要死几十万人的话 那习近平就赌输了 那早就应该这么搞 但是如果就都 莫名其妙的疫情过去了 全球的疫情也过去 因为群体免疫的 该得到 就是说 比如说 就是说 比如 烧这个地 比如说要来 到了这个 比如说春干雾燥 要整个要有野火 对不对 那么别人家都开始烧地 因为有些地 不是通过烧地 来避免野火 开始烧地 习近平就死活 也不烧这地 有一点火星就扑灭他 有一点火星就扑灭他 大家都觉得你这样不好 你最后可能 你引起火灾 但最后 别人都烧了 他没烧 最后过去了 这把火就过去了 他没烧 他就赌赢了 他这么做 对吗 不对 对别人负责吗 不负责 对自己负责 也不负责 但是有没有 他存在不存在 这么一个可能性 他就是拿俩二 你拿俩一 他不应该给你 不应该给你all in的 但是最后就开出二来了 也不好说 所以咱们最后 也看结果 好不好 但是我也承认 就是习近平最后 这一场 习近平最后能赌赢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说实话 赌川普连任 川普不连任的可能性 也非常非常的低 最后也就没连任 你说 这不是就见了鬼了吗 就这个对吧 就最后出了这个疫情 然后搞的邮寄投票 就一下多出来了一两千万 这个投票 对不对 你想跟西拉里选的时候 两边都是六千多万 等到了这一届的时候 川普这边七千四五百万 拜登那边八千四五百万 一下 他不是多出了一两 多出来了 拜登比西拉里多了两千万票 对不对 川普比自己原先多了一千多万 多了三千万选票出来 就美国一下四年多生了三千多万 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 你能想象吗 对不对 西拉里和川普 和川普第一次2016年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六千多万 对吧 两人加一起 也就是一亿三千万 拜登和川普两个人加在一起 已经到了多少 八千五七千五 两人加一起 是十六 十六 一亿六 对 就多了三千万张选票 多了三千 就这种见了鬼的事都能出现 所以也不好说 咱们看看吧 因为今天跟我老婆开车 是一个小姐郭文贵来了 对不对 我觉得一个郭文贵 一个习近平 这都不好说 都是属于创造奇迹的人物 对吧 都是真的是变不可能 为可能的这种 对吧 所以也许他就运气好 最后有的时候 就是我跟我老婆也说 我说你祷告的时候 他就是不是祷告 就是你那算什么 你那小宇宙爆发的时候 就是说 不要想那些可能的事情 因为可能的事情 反而不可能 你要想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那些事情 反而更实际一点 就是你这个话 我很难给你讲明白 但是你要对我老婆明白 但是你自己要去思考 你懂吧 就是说不好说 习近平也是这种创造奇迹 其实习近平从第一个任期上来 一直也都在创造奇迹 很多东西都是对他不利的 但是最后往往变成对他有利了 你要明白 就是习近平无论如何 他在中共的历史上 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是算是第五代领导人 是不是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 他在历史上就是说 肯定是毛泽东 邓小平 习近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 远远没有他们仨影响大 老毛就别提了 邓小平是可以说成年起后的 整个就是说改变了国错的 习近平是把邓小平 当年整个改过来之后又改回去 邓小平结束了中生争 习近平又要把他改回去 整个就是说一个烧一大波 不是180的大波不是烧回去 所以你也承认一点 就是说一个人能够走到了这一步 能够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留下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光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很多的时候也是就是说运气 呈长风破万里浪 这个真的要时运也要到 所以咱们拭目以待 好吧 多Х 快点 知了嗨 然间